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隨著美中對抗的話語和行動不斷升級 越來越多是國家被迫選變 連日本也要擺出不惜一戰的姿態 在這個全球的氛圍之下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被本篇評論提出的問題所困擾 目前思考和論述美中對抗的主流框架 主要沿著兩個圍道 一個就是大國爭霸 即是所謂的修飾抵得陷阱 這個框架推出的結論很悲觀 也就是美中必有一戰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冷戰回歸 由於美蘇冷戰的結果 是蘇聯和整個東歐陣營和平解體 用這個框架可以推出相當樂觀的前景 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 其實這兩個框架和當今世界面對的 現實很不貼切 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了文化這個圍道 無論是修飾抵得陷阱還是新冷戰 都是一種西方中心罪事 這種罪事雖然不無道理 但也很難給出對可能性的深入分析 道理並不難理解 因為東方人 特別是中國人 不會按照西方人的方式去思維 而這個已經成為了理解未來各種複雜性 可能的一個關鍵因素 美國為首的西方現在認識到 他們在20世紀犯下的最大錯誤 就是對中國崛起的誤判 誤判並不是在於相信中國崛起不可避免 而是在於相信中國一旦崛起 會善待自己 善待世界 結果呢 正如世人所見中國崛起之後 不單止與世界過不去 也與自己過不去 選擇了一條智慧毀人的絕路 中國人為何會這樣呢 令西方人最不可思議的就是 中國的主流精英和民眾 對西方知之越多 知之越深 就越相信自己不能搞西方那一套 其實這樣並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 伊斯蘭世界的內亂 就與這種主體性的覺醒 帶來的認知危機有關 中國不同之處是在於它的超大規模 確實有機會全面顛覆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 為何西方人沒有想到這種危險呢 這是一個三言兩語說不清楚的問題 其中一種解釋就是西方精英 先是沒辦法想像中國崛起得那麼快 那麼強勁 隨後又被中國的韜光養晦所蒙蔽 令中國佔了大便宜 接著西方政商權貴為中國紅利所腐蝕 最後就是完全不能理解 明明有利己利人的康莊大道可以走 為何中國偏要選一條智慧毀人的死路呢 這種不理解刻刻地說明了 文明衝突本質上不能用利益衝突來解釋 而必須引入文化身份的衝突這個概念 中國人雖然如同很多西方文明一樣 在西方文明的挑戰之下 配感文化身份的屈辱 但西方人一直不敢直接殖民中國 強化了中國文化精英這樣的一種自信 那個就是中國例外論 中國是唯一可能會回歸 俯視世界至尊地位的古代文明 其實從人性角度來看 並不難理解這種思維 連日本這樣的中等國家 也做過領導東亞抗衡西方文明的夢 中國例外論的核心內容就是 中國將會和平崛起 這個提法曾經被世界做了積極的善意和解讀 但習近平上台之後的治國理念和實踐 令到西方和整個世界仿然大悟 和平崛起其實有一種令到他們不寒疑慮的解讀 那個就是中國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機會 令到中國價值獲得和西方普世價值平起平坐的地位 為什麼這樣的一個不易被喚醒的中國夢 既可能導致美中發生毀滅性的衝突 也都帶來了鬥而不破的可能性 將會是下週評論的內容 這個是梁京的評論 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我是趙子浩